大家好,我是Ava 今天会和大家做一个大约10分钟的冥想练习 如果你在坐车或者移动着 请你确认你的车程有大约10分钟以上 让你的冥想练习不会被下车打扰 请你确认自己是一个有位错的状态 戴上你的耳机 今次的练习会需要你合起来 请你确认你自己的位置 容许你合起来一会儿 准备好的时候 将眼睛轻轻合上 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大腿 扣着手指放在任何一个舒适的位置 开始给你全身的感官打开 留意下周围的环境 就算你是合起来 你都看到周围的光线 颜色 气味 现在给你的听角打开 除了听到这段录音之外 有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 有没有听到近一点的声音 车上其他人发出的声音 车本身发出的声音 听不听到车外面的声音 现在回到最近的声音 听下你自己发出的声音 你的呼吸声 心跳声 继续听到你的呼吸声 意识到自己在呼吸中 开始留意下自己的呼吸 你的呼吸是快还是慢呢? 不需要改变你自然的呼吸 只要留意到自己的呼吸就可以了 将你的意识集中在眉心 同时再一次放松自己的面部表情 放松不小心咬着的牙关 留意到微心的位置 好像一个黑色的画面 想像这个位置 好像戏院的大银幕 即将有画面要播放 想像你看到一个浩瀚的沙漠 这里是一个晴天 阳光照射着橙红色的沙漠 你一个人坐在沙漠的正中央 周围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觉得很舒适 身体感觉到轻盈 你的皮肤被暖风吹过 你好享受这个环境 慢慢日落了 沙漠变得漆黑 天变成蓝黑色 周围什么都没有 你留意到月亮在地平线的一方 缓缓地升起 这个月亮又大又圆 是一个满月啊 月亮照亮了全沙漠 你继续坐在那裡 给你的身体感受到月光的照射 你开始见到自己的身体 你开始见到自己的身体 知道自己坐在那裡 你留意到自己的身体 手、腳、肩膊都很放松 不知不觉 月亮已经升到天顶 你望到月亮 同时被月光照射住 你的身体依然感觉到轻盈 你没动过 你继续坐在那裡 留意到身体各个位置的感觉 留意到身体各个位置的感觉 你感受到你的脚底 和大地接触 你踩到沙 地球将你很稳固地承托住 你的脚底开始感觉到地球 多到暖流 这个能量是由地底发出来的 这个暖流经过你的身体 由脚、大腿、盘骨底部 经过脊椎、肚子的后方 心脏的后面、喉咙 到达你的后脑、头顶 你很享受这股能量 当你专注在这股能量的时候 月亮已经下沉到地平线的边缘 很快它消失在你的视线 你的身体继续感受到 由地底传来的能量 在你身体里游走 在这里你可以慢慢打开听角 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呼吸声 意识到自己在呼吸中 继续留意到身体里面的能量 让你全身都很放松 很平静 现在再听一下车外面的声音 车里面的声音 听一下自己的心跳声 呼吸声 把你的感官带回去自己的身体 慢慢动下你的手指 动下你的脚 动下你的脚 点下头 你已经完全准备好 返回来现实的环境 请你打开双眼 留意到周围的环境 光线 颜色 气味 同时也都感觉到自己放松了的身体 放轻了的心灵 今次这个很短的练习已经完结 下次就算你不是乘车 都可以进行这个冥想练习 在刚才的练习 我们想像自己坐在沙漠 你见到时间的变化 越出越落 月亮有时出现在这里 有时出现在那里 有时出现在那里 我们没有回忆 但是月亮经常都是不同的位置 甚至乎新月的时候 我们见不到月亮 我们的心情 情绪就好像月亮一样 经常都变的 一时很开心 下一秒又突然之间会不开心 这样是非常之正常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在刚刚的练习 我们一直都是坐在沙漠的中央 虽然周围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很安稳地坐在那 无论月亮去到什么位置 我们都没有被它影响 当我们集中在身体的感觉的时候 更加忘记了月亮的移动 经过重复的冥想练习 又或者是一些瑜伽的练习 我们渐渐学习将意识大到内在 集中在心灵的一点 学习不会被变幻的情绪打扰 当练习久了 多了 更加可以学习去客观地观察自己的情绪 今天的练习到这里 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扰